哪里不一样 他 老管 看我把谁带来了 小城都长这么大了 爸爸说不可以摸头 会长不高的 不摸不摸 那个孩子是 那是隔壁的小孩 叫豆豆 也怪可怜的 说 我叫豆豆 以后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 可 跑什么呀 一颗糖就把你收买了 可惜啊 我现在没有糖给你吃 什么呀 我早就不吃糖了好吗 总之 豆豆和你特别不一样 他不敢滑滑梯 也害怕昆虫 连蚂蚁 都不敢踩 你干嘛 吓我一跳 有蟑螂 好大一只 这样看 它们确实很不一样 说实话 我差点以为你就是豆豆 如果我说 我就是呢 这怎么可能嘛 你刚刚连豆豆是谁都不知道 哥 你干嘛 你干嘛 这么叫我啊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可以啊 对了 油盘 忘了给你了 对对对 差点忘了都 下次可别再丢了 放心吧 那个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啊 好 路上小心哦 哥 真是的 你是谁 这么晚在云飞的房间里做什么 这个人 怎么这么像照片上的那个 你是谁啊 我在这里很奇怪吗 云飞 还敢躲我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接 兄弟 吵架归吵架 动手就不好了吧 你他妈谁啊 不管怎么说 还是不要使用 暴力 兔子还学会咬人了呀 管成 你先走吧 这不好吧 我走了 你俩打起来怎么办啊 他 是我老同学 谢谢你 不过 我想自己解决 只是老同学啊 废话少说 跟我进来 那好吧 既然他们是这种关系 那我也不好再插手吗 碍事的人终于走了 呸 呸 这人怎么这么讨厌 昨天 也不知道云飞怎么样了 也不知道 他还记不记得 要我带奶茶的事 预云 他脸上的伤痕 不会真的和那个人赶架了吧 你 你怎么来了 你忘了我们的赌约了 你的珍珠奶茶 你还记得 谢谢 预云飞 你脸上那个伤 我今天有点事 就不留你了 改天说吧 等等 预云飞 他都不打算和我说什么 我回来了 嗯 关城 叹啥气啊 怎么发消息也不回了 你干嘛 疼掉了 什么嘛 我是在和云飞聊天 云飞 是啊 发消息也不回 急死人了 你那么在意他干嘛 一般选休课结束 大家也就散了 哎呀 人家不回消息 你也别叹气啊 与其在意这些 还不如在意我呢 哎 比如 我花杯没钱了 你借我点呗 呃 也是啊 选休课结束 大家都散了 我和云飞 也会如此吧 这次班会呢 主要就是两个事 时间过得真快啊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报名啊 转眼前就到11月底 知道了 知道了 也不知道那几只猫咪怎么样了 会不会着凉了 哎 班会终于结束了 又要搞什么文化节 去年就没人参加 希望今年也不要抽到我 哎 怎么找不到了 哎 你找什么呢 去年不是有件衣服没咋穿过 想着要不要拿去给猫做窝 怕它们着凉 你是不是傻呀 猫咪它会长毛的呀 哪会那么容易着凉 哎呀 就是担心嘛 我先出去了 自从上了拉丁的选修课后 就很少来喂猫了 也不知道这群小崽子还记不记得 啊 于云飞 滚车 自从那件事后 就没能好好的和于云飞说上话 感觉他心情 似乎也不太好 我也不想太打扰他 但是 却很在意 哎 云飞 你在这儿撸猫呢 是啊 连话 都变少了 滚车 啊 上次让你看到那样的事情 真的很不好意思 没事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不是吗 你还真是 天真又善解人意啊 难道你都不好奇 还疼吗 这下手也太重了吧 怎么到现在还有印子 早就没感觉了 是吗 不过 你还是和那个人不要有接触的好 哪有二话不说就动手的呀 那你保护我 哥 啊 啊 中文字幕——YK